香港揭扮08年北京奥运 和残疾人奥运麻術比赛 不单是一份光荣 还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不过香港的准备时间不够三年 那么负责提供场地的马会 怎样为这一件城市 打造世界一流的设施呢 原来整项计划的核心 是将奥运场地和现有的马场 以及体育设施结合 这样做既符合经济效益 新建的设施将来 也可以留给市民使用 甘有创意的计划 甚至得到国际马术界的家许 我们有一个世界一流的亚洲唯一 有能力、有经验去做亚运、奥运 化验的化验所 还有我们的运马的车队 我们的兽医 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出来的 马会负责在沙田的香港体育学卷 兴建一座可以融立 一万八千多名观众的主赛场 以及为二百多匹奥运比赛的马匹 准备全新的马房 配合马会双鱼河会所的训练设施 和因应原本的地形 在旁边的香港高尔呼球会 就建造了一条5.7公里长的越野赛道 比赛场地的风景非常增增翠绿 沙田马场中央的彭福公园 就会成为奥运马术的训练中心 成章舞步 将外赛和越野赛的训练设施应有尽有 马会还会栽种几百棵新树 最重要的是整体的规划 符合环保原则 这些全部都是世界一流的训练 75%是可以留下的 不会像以前那些奥运 只是如果一周就拆掉它 奥运会很强调场地设施的保留价值 就好像奥运比赛结束之后 湘鱼河的奥运练习场 就会成为香港马术运动员的训练基地 而彭福公园不但会保留 更加会成为一个以马为主题 适合一家大小的互动马术公园 除了有马术表演之外 市民还可以尝试踢马